毛議員 謝謝主席 我是很擔心2A、ABC這裏 會一個不小心為ISP製造很多壓力 我都不用煽情字眼 什麼白色恐怖 但我可以想像 如果我是一個service provider 人家來上載一些訊息 我真的要2471地看完所有的東西 我很容易就說我也是有份的 什麼授權 它侵犯別人的版權等等 我想問清楚那個理念 就是譬如在《誹謗法》當中 你報紙有涉嫌誹謗的一條報導 報紙、編輯、老闆等等 但是技術上那個carrier 即是有一間印刷公司 為你印那間印刷公司 它不知道的嘛 你給個板去有故事 那它就印了報紙或雜誌出來 但技術上你可以控告它 其實很少人會這樣做 現在反過來就是 這裏的精神就是 你很難捉到那個 我打個比喻 現在好像誹謗 現在我們說的是侵權 你捉不到 你就 噢那個印刷箱 我們是不是都捉住那個印刷箱 是不是有一點都不公平呢 雖然你這裏都寫得好像很大的空間 但是你的合理步驟 可不可以說如果我是服務供應商 我一個不小心 我疏忽 是不是疏忽都是一個 就是無知的疏忽 是不能夠構成辯護的呢 它是安全港的 或者莊小姐你解釋一下 好 是 多謝主席 的確是的 我們有一個安全港的制度 就是 這個授權的作為 不是單是指那個服務 互聯網供應商 但是可能他們都會是 其中幾人指稱會有授權他人 作一個親權行為 但是主席說得很對 就是我們有一個安全港的制度 就是說如果 其實他們一知道有人通知他 他在他的網絡上面有人侵權的話 他在他的範圍裏面 他適當的情況下 他應該是要通知那個使用者 說有人指稱他那些東西侵權 那如果在他放一些東西 放在他的平台上 他有權可以把那些侵權物品落架的話 他可以先把他立下架 等待那個使用者 看看會不會有一個異議的通知 我認為那個沒有侵權 麻煩你放上去 這就是機制 如果他只要知道了有人 告訴他侵權 而他通知了對方 又或者如果在那個情況下 他應該要移除的話 他移除了其實他已經不需要承擔這個 就是授權貪淫侵權的行為 所以其實那個法律責任上面 已經是平衡了 某方面就是我們不排除 有些的確是全身授權別人的 而從中得益的 我們亦都想保障那些 從事一些正當的互聯網的服務 但是他一知道了有些侵權行為 他會盡量去制止或者限制的話 他就不需要承擔 或者要有一個有限的法律責任 那是一個平衡 我仍然覺得那個安全港 不是完全安全的 你想一下 如果我是一個服務商 供應商 因為你現在有一條這樣的東西 就是說要承擔 那個可能的法律責任 我為安全計 哪個朋友說我知道 這個可能侵權什麼 不是了 為安全計先移除先 先整走先 將來原來沒事就放上去 不是他有個程序的 叫通知回家 upload那個人 upload那個人 沒有 就放上去 臨時的話 我當然是先移除安全 不會的 或者給書長說說 好嗎 因為我們這次的條例修訂 都是一個整體 很多個不同的議題 是放在一起 其中一個議題就是 我們怎樣可以利用到 互聯網這個世界 現在這個生態環境 是鼓勵一些中介平台 做一個合理的營運 因為我們很多的用家都受惠 而我們用安全港制度 這個都是平衡各方面的權益在這裡 因為我們看回外國其他主義樓的 大的economy 他們的做法 用安全港制度 就是說那個中介商 如果是做足一些機制上面 提供的要求的話 其實是不會承擔一些 不合理說他侵權或者授權 侵權的責任 我們是有這件事 還有跟互聯網上商談過 諮詢的時候 他們是覺得這是一個好的做法 能夠令到他們可以繼續 用現在的營運的模式 是發放到他們的服務 給他們的用家 是完全沒有反對聲音嗎 他們從我們的理解和他們談 和莫議員去談 他代表的業界 他們都很贊成我們 希望香港 好像美國 或者英國 或者其他地方 跟隨安全港制度 令到他們去運作上面 的安心程度是大一點 因為他不需要主動去存在 他本身平台上的東西 他容許他的上載者 他的用家 繼續用他的平台做平時的東西 但是如果他收到一個指控侵權通知 他會做足一個工序 第一 通知上載那個 有人去做這件事 第二 他要做一個移除 但是如果上載者是發有意義通知 說我其實沒有侵權 或者那個白眼權根本是我的 那他就要白眼上去 那其實是有一個平衡 令到在這裏 會減輕我們條文上面的情況 這個我們是整體上 是一個大的平衡做法 多謝主席 部議員可以放心 去到我們 說到那個安全港的時候 如果你還是不放心 都可以提出來 去討論 好嗎 是 我也知道 業界就歡迎這個修訂 覺得對他們的保護是大了 但是我自己就很擔心 大家說 就說朝這個目標去做 但是真的寫出來的條文 是否達到這個目標 會不會操作上面有困難 就是我們去到那時候 就看清楚一點 好 好 好 OK 今天聽到這裏 好嗎 6時半了 我們又時間到了 下一次是12月16日 下個星期 下週四點半 OK 我宣佈三天